北京时间8月24号,2018亚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,在今天的比赛中,中国队获得了三枚金牌。 这样本次亚运会游泳队的金牌总数上,中国队和日本队打成平手,这个成绩对中国游泳队来说非常出色了。 其实在男子项目的比中,中国队是已是比赛领先日本队的,孙杨在今天比赛之前,中国队在金牌数是落后日本队的。 但是今天的孙杨、王简佳和徐家瑜、颜子贝、李祝豪、余赫鑫等帮助中国队,夺得三枚金牌般平和日本队的金牌数,尤其是最后一项男子次乘以100米混合用接力决赛。 比赛非常激励,比赛前三项,中国队是落后日本队的。 但是最后一棒的余赫鑫拼尽全力,最终反超日本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,也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日本队。 学家,与其是今天中国队打平日本队,还得感谢韩国队,因为韩国队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用, 职赛中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日本选手获得了冠军,也算是给中国队一个助攻。 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游泳队的19枚金牌。 19日,刘甲信女子200米羊勇冠军,学家与男子100米羊勇冠军,孙良男子200米自由泳,王简佳和1500米自由泳冠军。 20日,汪雪男子200米个人混合用冠军,孙良800米自由泳冠军。 学家,与50米羊勇冠军。 21日,刘甲女子50米羊勇冠军,于何欣50米自由泳冠军,孙良400米自由泳冠军。 立冰杰、王简佳和张雨海、杨迅轩女子,四成以200米自由泳金牌。 刘甲22日,李冰杰女子200米自由泳金牌,张雨菲女子200米典勇冠军。 学家,与颜子贝、张雨菲和朱孟慧男女混合四成为100米冠军。 23日,王简佳和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。 学家,与200米羊勇冠军。 24日,王简佳和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。 孙良1500米自由泳冠军。 学家,与颜子贝、李朱豪、于何欣男子四成以100米混合用冠军。 冠军,王简佳和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学家,于获得了5枚金牌。 索良4枚金牌,王简佳和4枚冠军。 最后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中国游泳队,他们是最棒的。